哈囉 大家好啊 我是小貓 又來到我們的夢遊系列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開啟CC字幕喔 接下來的兩天我會去休假 之後的晚上 7點請不要錯過了 好的 那我們影片要開始囉 今天要來帶大家來看門牌號為 2015 3877 9796 屁股島 聽起來很像是那個屁股 這座島嶼是一位喜歡迪士尼的粉絲 所製作的島嶼 那我們就開始逛島囉 島主他做了一個迪士尼的旗幟 非常的像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座島的地圖 看起來他整座島都有佈置 島主的家是在中間跟左上角 好 那再來看看DIY吧 哇 這邊好多是看起來像 建築上的素材 然後跟斬獵區的部分 這是娃娃帽子 這應該是 一定要灌嗎 然後頭是 然後Dolfi系列的娃娃 看起來很像看板 然後就是窗戶跟地板啊之類的 下面的部分的話 有唐老鴨跟米奇他們的圖案 這是捷克船長嗎 另外他右邊的衣服這邊有 怪獸電力公司還有史迪奇等等之類的衣服 我們挑一件來穿吧 因為我忘記換衣服了 就是這一件了 眼睛有點突兀把它拿下來 好 那我們就出發了 這裡是他們的廣場 這邊有很多的小攤販 有賣一些小零食啊 或是一些吃的之類的 還有販賣機 剛剛看到了米奇的招牌 另外像這一種小區域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雖然他這裡圍住了不讓我們進去 這個就很像那種博物館展示風格 或是販賣商品的時候啊 他是做擺飾的那一種 這以進來全部都是Dolfi的商品 他這個做的還蠻細緻的 他有一個 這應該想做一個類似收銀台的感覺 然後還有包裝紙可以幫你包裝 這個東西具體怎麼放上去 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這個好高喔 動物館我會是哪一種家具 可以做到這麼高 喔 成像公主會在這邊喝茶的感覺 他這邊其實還蠻多就是 用這種立體的方式 呈現一種 立體的 就是立... 欸 應該說他蠻... 他這邊用蠻多立體的那種看板 然後做一些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 更立體的東西 更立體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往前走有一些比較小的... 房子 再往前走呢 這裡就有點像是... 這裡好像也吃飯賣商品的地方 然後有各種 迪士尼、唐老鴨、米奇系列的聯名商品 衣服之類等等的 還有煙火大衛的氣球 真的很適合這邊的主題 另外這裡是... 一個公主的造景 另外再往前走 這裡是收銀台 欸不對 再往前走 這邊是... 欸這個是樂園的入口 樂園的入口 然後是櫃台 欸等等等等 我發現一個很... 你們看你們看 他這個很特別欸 他這次這個島嶼 他沒有用小矮人來當員工 他是直接上面放一個頭 加一個帽子 然後身體跟... 穿衣服就變成一個員工了 所以這有四個員工 所以他後面都是呈現這種類型的方式 他這邊有非常多的造景 都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代替小矮人 當員工的類型 這應該也都是工作人員穿的衣服 這個是想要做一個類似海盜船的感覺嗎? 還滿像海盜船的這裡 可能要多放一個嘔吐區 入口的路線畫面欸 好可愛喔 這樣子走進來的話是... 欸這應該也是遊樂設施 還是這個才是海盜船 剛剛那個其實不是 或是說這個算是景觀餐廳嗎? 因為其實我沒有去過真正的迪士尼樂園 所以我不知道說迪士尼樂園應該長什麼樣子 但我看一些影片 他大概類型的形狀應該是 很多很童話式的房子 跟很多的員工 這裡再往前走的話 就有一些太空船啊等等之類的 下面是餐廳 從這邊可以拿取3D眼鏡 看一下他的家 這裡就是看3D電影的地方 他這個應該是要做成 迪士尼巴士光年星際大戰 然後有算分數的那個地方 算我沒有具體玩過 不過我看別的影片都有這個 喔這個是紅心皇后的主題餐廳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來這裡悠閒的喝一個下午茶 這邊就是另一個風格了 這邊比較偏積木風格 上面是一個類似小城堡的地方 喔這個就是小熊維尼他的主題 好可愛喔 台外面有個做 他吃蜂蜜的罐子 這個小區應該是我全部裡面最喜歡的 很有童話風格 可能不只是擺放方式 還有他的紙板的位置吧 紙板真的是 對於童話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個素材 喔這裡還有 這是另外一個 的房子 這是想要做成鬼屋的感覺嗎 喔真的也是要做成鬼屋的感覺 陰森陰森的 左邊看一下有什麼 喔有墓碑 這應該是想要做一個女鬼的造型 唉唷 嚇我一跳 非常陰森恐怖的房間 還佈滿了青苔 喔都是 可能走一走書就掉下來了之類的 嗯還有 類似主題餐廳 或者是 鬼屋用來嚇人用餐的地方 他的衣服擺得有點太多 也像是員工 還是他是想要製作就是 類似 斗篷蓋在 空氣上 然後飄出來嚇人的感覺 最後一個是 嗯? X光機嗎? 這個造景是什麼意思啊? 另外還有 英式風格的小街道 池塘真的是一個 很棒的素材 到處都有 這邊都是用木板搭建而成的小吃 這點看不太到 喔有電源站櫃還有美人魚的商品 這邊能夠 坐著 無論是散步啊還是什麼的 看看聖誕樹這樣子 是有設計過 又是一個噴水池 喔這個是城堡的形狀欸 這個中間下面兩個是大門 然後上面是城堡的那個塔頂 這裡是小美人魚的 商品販售區 這邊這一整區應該都是 以人魚公主為主題的地方 這裡做得好漂亮喔 我又要刷新星的 這邊應該是我今天最喜歡的地方了 欸欸欸這一次的島啊 也逛的差不多了 這一次的島主所製作的島嶼呢 看得出來他非常的盡力在 無論是迪士尼的服裝 或是迪士尼的樂園場景 甚至是他們的員工 也擺放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員工在裡面 雖然有一些是以衣服的方式 但是他用帽子的 模特兒造型拼湊成整個員工 真的是太強了 整座島呢 比較讓我覺得麻煩的地方是 他的路線規劃不是很好走 以及如果你要走到某個特定的區域的話 就像逛IKEA一樣的感覺 這座島呢 你最喜歡哪一個部分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喜歡的話速速入夢吧 我差不多該夢醒了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喜歡這支影片 也要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記得追蹤我的社群帳號 有推薦的島嶼 或者是你的島嶼 歡迎留言給我 未來我們會越做越好的 我們下支影片見 大家掰掰 Hello 你好啊 我是貝貝喲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 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